有很多人的这个年轻的夫妇 他们会抱怨 那婚前我们无所不谈 可是为什么婚后以后 没有话好说呢 那怎么办 是没有错 过去我们好像我们会刻意的 我们可以安静 然后或者是我们 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 然后我们能够谈心 当然结婚以后不一定 都有这种说爱的这种场合 可是很重要的是 过去我们这种 我们在谈话沟通的时候 是专注的 婚后的确有许多的 这一种他会来阻扰 会使我们分心 我就讲一个 过去曾经交朋友的时候 彼此你在看什么 我在做什么 你会想知道 可是婚后我们会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 我们开始就逐渐逐一个墙 而且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这种被孤独的这种圈子里面 同样的 同样的我们也会有许多的那种阻扰 电视机 网络 手机 网上的东西 当然孩子 还有其他很多的事情 厨房要做的 这些都的确会使我们的那种沟通的品质降低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要做什么呢 那我们就是要刻意的 用心的安排一段时间 我们彼此夫妻能够来谈 而且要成为一个习惯 是的 沟通的人他们都说 那你要用眼睛要互相看 我就讲我自己经验 我们夫妻我们就有个这个习惯 一直到现在 那我们在床上 这个卧室里面 那我们就闭上眼睛 然后或者是我们在黑暗中 可是我们会谈15分钟 半个小时 甚至有的时候 竟然说 太晚了 我们睡吧 那谈什么 那谈的就是 有的时候是今天的股市怎么样 今天什么发生的什么事情 儿子 女儿发生的事情 学校的事情 有的事情的确是重复 可是我们都盼望 而且是我们喜欢 要从对方然后来听 的确 夫妻需要有这样子 有的时候你会说 那 我们闭上眼睛 我们不是在床上就是要睡觉 是没有错 可是床上对我们而言 那是一个安静的时候 那是没有其他的 这种所谓的 会分心的 如果你的卧房里面有电视 我想最好的是你把它搬出去 卧房就给了只有两个用途 睡觉 睡觉 跟彼此的 关系的亲密 不但是肉体 而且是 我们的身心 灵 心灵 那种沟通 好吗 想想看 卧室里面有什么东西 应该把它丢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